好 打开这个 1.24页 1.24页 我们讲到第一段 就是望与低近 坐之言不坐 二醉与后居坐 自循自前往 这个是作恶又忘语 所以这个 就形成了 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迁往到地狱 那我们当然在语言上讲是 由这里把你迁到地狱 其实是这样的因缘 献出了第一夜宝像 第一夜宝 人很奇怪 明明第一我们所不要 但第一竟然是我们造出来的 就好像说 明明求不得是我们所不要的 可是因为有求 所以有求不得苦 我们不希望爱别离 但因为有爱 所以有爱别离苦 就因为这样而来 所以说这个对敬的爱走 本身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观念 很有意思 这个当然就比较细的道理 我们经常谈说有些业力 本身它隐藏的就是 本身就是这种自信 就是染物 就是罪 为什么 我们像五应自圣 这个五应自圣啊 这个诸形啊 造作诸形 本身这个无常法 本身这个造作 就是一个染物 它带来的就是一个颠倒 就是一个过失 那怎么看呢 因为 就像 也就是说 如果一开始 这是一个无名相应的事情 就像做梦 本身 本身它就无法带给你实质的利益 本质 也就是说 你不管它做好梦 不好梦 它的本质就无法带给你好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颠倒性的 好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 这个本质 本质 我们忽略的本质 而是在它的表现出来的东西上 去计较它真假 而其实却忘了它的本质 而这个本质一开始 如果不离开这个本质 所造作的一切东西 它就带给你痛苦了 好 那所以说你看 虽然我们不想地狱月报 但因为我们本质 所造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 你造恶 你忘 这个所造的恶 本身 你就是因为这个颠倒性才会造恶 而这个造恶的颠倒性 就是地狱的性 所以地狱 所以牵往你到地狱 没有 是你的业报 公公平平的 一分一毫 不争不减 该怎么献就怎么献 该怎么献就怎么献 你看 法一在其身 唯恶不自尽 苟莫恶行者 忠则夺地狱 那尤其是搭法一则 搭法一 那这个搭法一 当然搭法一有搭法一的功德 当然搭法一 如果造恶 它的罪过就更不一样了 因为它代表 像比如说 有人讲说 我们在家居士要不要搭一 搭法一 其实有的人认为说不适合 但我在经论里面讲说 就是五戒菩萨戒人 还有搭法 其实它代表是一种法一 代表是一种表征 代表是一种 我现在正受持这个法 所以你知道 加沙它本身具有价值力的 因为它是一个法 换句话说 你是借外一 搭这个一 形成一个内在一个一的概念 一个法的概念 所以因为你有搭一的这个概念 所以有法这个概念 那形成一个复制的作用 那你说 那我就会观想 你的观想还不那么自在 你如果能观想到那么真实 其实你已经也搭一了 所以说这个一本身 法一就具有这种功德 所以当你搭这个一 代表的是一份你自己认定 或者你怎么会搭这个一 你搭这个一 违背这个一所代表的道的时候 最多就搭了 对不对 那你同时承认你这种身份 就同时要破坏这个身份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违背吗 这个违背当然会到底 无戒受供养 离其不自尊 使蛋烧铁碗 然后聚火炭 就是说你无有亲近戒 接受供养的说 这个离怎么会不损呢 怎么可以说不被离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讲 那什么叫戒呢 其实就是德嘛 因为修道人 像我们在座的 不管你有没有受戒无戒 有没有受戒 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些戒得 当然有 什么戒得 就是我们从以是非判断的 判断之余 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 产生了一个自己应该要捉摸做 众善奉行的这种抉择 其实就是戒的 但是随你现在所代表的身份 所做的戒法 如果你这是产生极大被离的时候 这个离当然亏损就越大了 亏损越大的话 当然这个里面就会从这里面 你本应该依这样的因缘受用公养 而你却背离的这样的因缘 这当主要的报应 就是说死蛋烧铁丸 这个你本不应该死的 你死的 现在你不想死的 你不想死的 变成你要死 你就要受用这样的一个苦 那其实这个你看 这谁来惩罚 那还是你的业报 因为当你搭这个一的时候 本身你就有一个规则 一个四非三恶在里面 那你现在本应这样的因缘受用它 现在不是这样的因缘受过要导过来 你不应该受用受用 导过来 不想受用的受用 那不是也都是因这样而两端生的吗 那后头这里 放异有事事 好犯他人夫 沃显非福利 毁山淫义事 这里面他这个讲说 放异 由于放异有四种词 因为这个其他经典在解释 本的解释有点不是很一致 而且不容易看出它是所以然 不是一个语词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谈 就是不太清楚 那我综合这个 我提出我个人看法 那这样也许会比较一致的 那这个怎么讲 就是放异 由放异它会有四种故事 那放异有四种故事 其中有一个就是它容易好犯他人夫 它在淫义上 它容易犯 因为放异贪着 那如果淫义接众生里面 在贪异上 它就容易有产生 那因为有放异有这种故事 它容易产生什么 卧险 因为卧不安稳 因为为烦恼所束缚 所以放异造业者 它不容易安稳 卧险 卧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怎么还要安稳 恢复你损乎 再说毁三 毁三就是 有种种骂你五路之事 会在你周边 因为你放异 那因为放异里面 它特别强调的是 好犯他人夫 那是淫义 淫义事 就是因为它不是有事的事 那因为淫义的总集 会表现在犯他人夫 因为那个好异 好那个享乐 那所以说它说 有四种过失 一个是卧险 一个是非福利 那再过来是毁三 容易有种种怒骂 无辱 还有淫义之事 会在这个身上里面产生出来 那不如有这四个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放在这个好犯他人夫 那不福利多恶 为恶为乐 为恶为乐寡 那以前面你所做的非福利事啊 会有德 会感应吉祥的东西 他容易让你多到恶道去 为恶为乐寡 就是说当你有种种心怀恐怖的时候啊 你当然乐就少了 真正的乐你也无法尽情享受 那加上如果以世间法 还可能有王法重罚加 那生死入离 其实他现在是举这个故事 而以世间人最容易违犯的 包括王这个时代里面 这种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都同意 世间的那种享乐的这种不当风趣啊 演变的人在这方面的道德啊 也越来越堕落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从这里啊 由放逸演变出来 他也是因为他是地狱群嘛 所以他衍生了 就是说 这个是众生最容易遭感 然后容易因死而堕地狱的 好 那虽一时 大家知道 就像我们说 你放逸 放逸有一时之乐 否则你不会放逸 但放逸的一时之乐 却感应了什么 卧险 非福利 会棒 那淫逸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一直在互相流转 那到最后 你即便在世间里面 得一时少许的快乐 但这个快乐实在是少 但享受短暂快乐之后 后头的种种苦恼 却不断的产生 那乃至到最后多到第一 那个警惕众生 必须要在这放逸上 要多所留意 有四种罪过会产生出来 譬如拔尖草 直缓则伤手 学戒不尽致 欲入乃至贼 这很有意思 我拔那个茅草 它是不是会割人嘛 那直缓则伤手 就是你要是不会的话 或是说你不懂的技巧 那你就很容易伤到自己手 那他把这个道理还到 你学戒不尽致 你道理虽懂 但你没有尽这个烦恼 就是说你也知道 你也表面上是知道 但你不会真正诱他 路贼乃至贼 路而欲路乃至贼啊 即使到最后苦 他之所谓受苦 所以为善恶道所恕苦 是谁啊 你自己贼自己啊 好 所以从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一般在学法 你看看 学戒不尽致 你学到的但你不会用 那跟八卦经典一样 你经典你会在 你会学经典 但你如果不会用这个法 阿尔基里面讲 就像你空手抓蛇 然后被蛇咬 那比喻是这样的比喻啊 我们都以为经典一概就好用 没有啊 要不会用 不会用就像空手抓蛇 所以 你如果以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下学我 是不是这样 你以为你诵经就能感应啊 所以诵经所有修行的经法 戒法 是不是就在于你懂得用啊 你懂得用 我的人学戒不尽致啊 你学了戒 你徒有这个戒的因缘 但你不知道是用这个戒来防护啊 你不知道这个防护它的意义就不大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讲说 像我们很多人在学戒 学完戒以后啊 我在跟很多人在谈学 学戒完了以后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戒体在增进 好 你有没有知道你的戒体在增上 那戒体在增上 是因为你懂得去调虎环脑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很多客观上来讲 客观的我们该做的 好 哪些该防护了 乃至甚至学戒学到最后有什么 烦恼起来有对峙三强 有对峙三强 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肯修学 修学就没有烦恼嘛 因为你修了会有烦恼 但你却有要领计量 不是没计量 我有功夫 我有功夫 能降虎 第一个我防范有方 再过我降虎有力 我的戒体正进来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 不然这个 做反做 实际反实际那就不一样 学的跟这个不一样 那就没用 他说一路乃至贼 所有的轮回还是由你自己造感应来的 人行为慢多 不能除重劳 犯行有电缺 终不受大福 人行为慢多 不能除重劳 就是说 人啊 懈怠 当然很多事情就不能成就 那同样的 你犯行如果有所缺 你终不能受大福 你不容易感应大果 所以他要你在身心的防御上 要寻求以他的圆满 尽量的圆满 那换就是犯行有电缺 这个重不受大福 所以在整个学习上 这里面有时候戒法让他听了 有时候会有点压力 其实不是 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压力 他就是守护你的福报的 其实他就是守护你的福报 你不要把它弄得太低顿了 他就是 你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福报也会照做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照做福报的 本身心是不是烦恼心 就是烦恼心 我们既有善心也有恶心 但我们在照善的时候 我们在照善的时候 是不是照善的心是不是善心 是啊 可是这个照善心是不是 就是刹那之间会转恶心 会啊 那会转恶心的时候 福报就会因这样怎么样 也不见了 所以我们持戒的用意在哪里 就保护你的福报啊 就是保护你的福报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在戒法上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多一点留意 因为它是一种保护的要因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持咒 你要持咒 我道歉你 你先学戒 你要持咒 不是消灾免难 持戒最快 持戒最快 因为他把那个灾难的因缘给防止住 未来 对吧 这必须要很信奏 所以说你发心持戒 让这个众阴言 很多流善的因烦恼相应的 比如说我们常讲 我们之前所造的业造完 比如说我们十年前杀人 杀的业跑去哪里 那怎么到二十年后报 那这中间二十年 这中间他在哪里 他在你走入那个讲话 那个这个生命底下 业造了不知东西南北 但就在你这种无形当中的身心里面 他的业力在里面 所以等到阴言成熟就跑 好 我造很多善业 造完也不完了 就完了 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我造善业造了就没了 那我哪时候他要报应 那个让报应会有可能的是什么 宣传你的心 懂吗 你之前造了很多善事 那造完也不见 那你说我哪时候报 你要维持这个心 让他持续 因言成熟他报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有的人布施很多福报 但却同时也造了几万恶业 所以他未来的布施到爆出来的时候 他的福报变成不结固 经常被恶伐给破坏掉 所以有人修了很多福 大富大贵 那碰到那些孽子 你拼命赚他拼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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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碰到恶官福随便跟你抠 对不对 我们还好 有些地方 像听说柬埔寨那个 官商勾结 要新建设 强迫贫穷的人搬出去 不行 用规划手段 你当然很气愤 这个哪个朝代没有 但怎么都能碰到 布施妹持戒等着跑到这个来 你如果自己本身 因为福啊 其实还有很多业力行程 如果你布施加持戒的话 这个福不容易不见 因为它保护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 其实它就是保护啊 它就是一个在你修道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必要的治疗 你比如说你造善业的心 透过持戒 你的善心是不是比较稳定 那你的善心稳定 之前已经造了善业 透过这个善心稳定 后来要报是不是坚固 这就是戒法 所以为什么要受戒 要啊 当然要啊 它就是保护你啊 它就是维持你的善心 让你的善心不会造恶 这样的业报 是不是在这里也守护住了 守护住了 好 常行所当行 致死必定强 愿以诸爱道 莫习为成垢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常行所当行 这个就是精进 那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 我们这一天 你要做什么 我们每个人其实要有明确的功课 什么功课就是 我哪里起烦恼 我哪里缺 以生恶运断 所以每个人应该来讲说 你有你的功课 我有我的功课 你的姿弟跟我姿弟不一样 因为你已经有了功德 跟我不一样 你应该守的是你那个功德 那你还没生的 你要生你没生的善法 那已经生的恶 我生的恶不一样 我断我的恶 你断你的恶 所以你必须要很明确知道 你自己现在这时候缺了什么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过日子在求的 就是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要求 没有明确的功课 目标 比如说我容易在哪里挂海 我平常就常要在这里思考 我容易在这里苦恼 我就在这里对峙 我好不容易有一种观念非常好 不要让他坏 比如说我哪时候念活 念到突然境界不错了 那怎么办 再一起赶快 趁圣主一起再念 再念 念什么 念出为什么会这样啊 知道你为什么 在某些状况念活底下 在念活的境界会非常好 你常念的时候你会觉得 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好 比如说我常觉得就是 有人本来念活都念不来 突然看爆炮到某人死之后 念活起来 因为但念无常就还好了 但是奇怪一下好一下过好 原来曾经看到有人往生感受无常逼迫 因为无常逼迫的心 让我那时候念活更加捨得下 好 以身上地增长 从此之后多念无常 就可以帮助你念活清静 就是这样 有的人傻乎乎的突然今天非常好 明天又不好也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不会拿到要领 你如果拿到要领 你的这个功夫是来自这里 你就在这里多保护 这个功夫就会继续下去 就会继续下去 眼里猪外道 眼里外道 当然外道就是 简单来讲外道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叫什么叫 就是那些学了但因果不相应的 都叫外道 我们学活有人学到变外道 为什么 不了解佛法真道理 学了也没感应 这叫外道 但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 我学 我知道说 学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什么日子 我们来 来拜什么 有用吗 一个因果不相应 借尽其见 又不能真正定 修了这个跟你要得的果报不同 像我们民间最容易 更离谱的是 观音诞辰 然后撒击撒牙 你说 观音是大慈大悲 你纪念祂的诞辰 竟然是撒击撒牙 你说观音菩萨会因这样保佑你 这不是愚痴吗 这不是愚痴吗 我们在一个地方 那个活诞日 有很多鸡童起来跳啊跳啊 庆祝活诞 活诞怎么这样 众生凭他自己想象 那鸡童乱跳乱捶 这就充满了这个不如法式啊 然后用这个来庆祝活诞 这怎么会讲 这叫外道 你看 都是庆祝活诞 竟然是外道法 不如法 不倾尽 所以你说 要用这个来招感福报 一点都不可能 好 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学伙 就一定可以的 我们相对他 我们当然不迷信了 那请问 你修的就一定感应很大吗 也不一定 你没有他那么愚痴的 但你这么感应 也就是说 你的药 所以你的药 不是说会有副作用 但你的药 还不是直接对症虾药 加减刚好治旁边一点 所以有点作用 但会治好病 门都没有 有没有可能 有 就是 某些药 它有其他附带的一些资料 可是它不是只对症 对症这个药 所以它的作用不大 但有没有作用 有 但不是只要对症 那至少还比较不会互作用 那还可以 可是如果要的话 你应该知道 佛法的真正意思 所以我之前一路上 不是跟大家谈 佛法的作用 拿现实去考验 拿现实去考验 你到底要懂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 请问在座 你们认为你们能不能解脱 就这道理 因为这解脱什么叫解脱 那解脱要具有哪些条件 那我本身现在有没有 如果解脱应该具有哪些心情 而我现在面对事情的心情怎么样 那表示我没有 那没有的话 那时间不能等啊 你应该准备啊 莫习为成够啊 不要再 就是学了很多都是遭感更多的染污啊 不要讲一个学学啊 不但没亲近啊 反正更无够啊 唯一所不当为 难后知欲读 行善长其顺 所事无为另难 唯一所不当为 难后知欲读啊 就是我们有做的 不应该做的 它就形成另外一个狗包 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谈 当然很简单啊 我们想说 我们不要做 不要做 我们不要做那个不当的 当然我们现在道理都知道 有很多在戒例上 告诉我们不要杀生 不要偷盗 这个我们知道 但其实这里面谈到 唯一所不当为啊 难后知欲读 这里面就要看你到什么程度啊 比如说我们做世间善法 那我们当然没有世间的欲读啊 但会不会障碍处理 会障碍 所以要看你哪 本身你用世间人的善心 世间善心 做世间善法的时候 在世间这一个路上是没问题的 就像我某些药 我某些药可以对治病 但这个药啊 长期吃对身体是不好的 应该是这样 在某些时候呢 可以 但长时间毕竟他还是独 就像说 我们现在这种心情 我们如果用人天善心 人天善心来做人天的善 就是等于是 还是执着世间的 但是善的 那他会不会有善果报 那以善果报 对人天来讲 他不叫赌啊 也会有读 都有情地谈 他会有读 我们现在钱中不到才会预阻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感应福报 所以我们现在修的都有福报啊 所以不会预阻啊 但问题那个预阻会跑到哪里 跑到你要你超越三阶的时候就预阻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以世间心行世间善 以世间善是得书胜进 但从初世间来讲 却纠结在那里 就卡住 所以学果要有之间啊 看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的目标如果是成图不离道 态度不同 你的心是出离解脱道 是解脱道 然后人天是人天 那照菩萨的话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解脱道而已 他也没有集求要超越生死 他不是要揽着生死 他是要在利用生死修行的 和那个集求治疗的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往往又等于是 好像离开世间 其实又不离开世间 那跟我们世间人不离开世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世间人不离开世间 跟菩萨不离开世间不一样 世间人不离开世间是执着世间 菩萨不离开世间是为了广集度化众生质量 所以发心不同 不一样 不过基本上 他是一个原则 不要做那些不当伪的 你不当伪的这个本身的执着 所以你必须要做不当伪到底什么叫不当伪 所以佛法里面挤出了几个重要烦恼 我们必须要来知道它的原理 那知道这个原理以后 我们才容易观察我们内心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 做不要做坏事 这表示我们是社会上比较 道德比较亲近的人 但问题 往往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要做 你有时候没有眼光看到自己的烦恼 这也就是像我们在上《与协士理论》里面 讲这个残取心就讲了十来一种 那残取心讲讲其实我们就讲残取 然后残取可以开展出不同的残取相 那这种残取相如果你不知道 你在这一类的残取相没有 但是这一类的切是有 那本身有没有离开残取的烦恼 没有离开 只是相貌不同 那相貌不同的时候 你不知道其实这个心是不当伪 但你也知道 我如果知道残取原因在哪里 残取当然它是叫 它的本质是贪跟吃相应 它愚痴 它会造假 因为它残取就是用假象去迷惑别人 以便你自己的 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以便自己能获得利益 就是残取的本质在这里 好 那我们在这行残取的时候 就会产生跟贪心吃虚相应 那你必须要能看到残取之相 也看到残取的本质 你才能去防护 这个你就不会有预读啊 所以你看佛法有些地方就是说 你越看越清楚 你越能审查自己的故事 也能引导别人 这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掉入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了 所以行善长吉顺 所事无回应 你所做的地方 你不会懊恼 不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它是顺利 我们经常做很多就是 都发觉 东算西算 东济算 西济算 到处于不如我们 到处于结果不出来 为什么 夜报又不是完全由你们 你现在的想法并不了解 并不是真正能掌握夜报的全体 那你最主要 我们怎么样让它损 这个里面还牵扯到你的过去 你的过去今生所造 这时候光用世间人法的角度 想要去扭转它 根本是因果不强大 或者说你想尽办法在某个范围里面去改善它 但你没有掌握到最全体 所以你的改善变得很有限 比如说我们做事要不要勤劳 有 但我们心发心要不要散 有 做事很勤劳 一般人做事很勤劳 对不对 但问题 他做事很勤劳的时候 他是另外跟烦恼相应 从勤劳上来讲 他是对的 他又没有偷弃强 但其实是整个以贪着外境的 这种贪着心 挂爱心 得失心相应的 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不容易感应 有什么吉祥 有吉祥不多 所以你看 行善常吉祥 为什么常吉祥 因为善的本质 在人天善才 他也有人天善的本质 于这种来讲 一个人无贪 相对来讲 是不是少挂爱 因为我怎么挂爱 这个东西跟我无关 那怎么挂爱 是不是 我若无称 是不是跟众生的那种怨 就是少 你本质的问题 因为我没称 我现在就算碰到一些恶人 那也是过去造的 今生我 我从现在开始 后面的怨就不会有了 所以我的怨 我所有的恶元 是不是会慢慢减少 因为本身 我行的善 怎么会有恶 就是 其以众恶行 欲做 若已做 四苦不可结 罪禁难得必 就是说 在众恶上 欲做 若已做 这个你想做 或是已经做的 这些苦恼 都会让你怎么样 不容易 就是你不容易解答 罪易难得必 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要离开你的罪 离开这个苦 很简单 把那个苦也拿掉 那已经造了苦我 你就承担 那还没成型的 不要做 不要做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不觉得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 积极修 为什么 为什么要积极修 因为我们今生多少有恶 还有前生多少有恶 而且不是多少有恶 可能很恶 不知道 因为只是一年不成熟 今生我们有善 过去世我们也有善 但此善是不是能挡恶 不知道 哪时候成熟 不知道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同一时间 人就倒了 有可能 因为 我们知道你 你现在状况 一个一个寿命 你的现在身体 种种业势 怎么可能一直倒 可不 但你现在的善恶业道 却还没成决定 还没决定 还没决定 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把握说 不多恶道 就说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积极的让你的恶 尽可能因你现在的修行 不会进来 那我们换句话 我们来讲说 为什么念佛一心 很重要 念佛一心的时候 你的心专注在善法 清净法上 你的心会不会去滋润你过去的恶 我们讲 我们无量解造的恶 藏在哪里 你里面有一个第八事 专包他的 全部都现在戴在身上 随时准备兑现 不管是当票 支票什么票 都在身上 这叫做什么卷 名字我一下忘了 不 什么卷 卷就是随时兑完的意思 我们身上都有 一直就在夜报随时行 那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我们一直专心念的时候 让众元怎么样 因为那个准备 让你的夜报成熟的是 你的心在带着它 可是我的心现在忙的 没况处理你的死 所以变成延误再延误 你应该是依念佛 让恶法报应了延误 一起老大 排到前面 下一个轮到我 结果你都忙别的 他就挡在那里 他想说没问题 反正下一个我就报给你看 结果 你忙别的 忙别的 他的夜报就卡在那里 不会吧 等到 等到他报的时候 你已经称愿再来的菩萨报了 也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让那个已经做了 或是起心 曾经起心造业的念头 不会成心 你可能摆命一书 为什么念我没有专注 没有一心 结果变成功夫也成熟了 结果一时放异 让那个 乌达国师不是这样吗 十辈子高生 只是贪个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城乡座 现在我们有的人 你城乡座也不一定贪 表示你比乌达国师还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水晶座 他可能还没有过 对不对 我们现在如果设一个宝座 法座里面有冷气 我想乌达国师那时候 当然没有 我们这个可以冬暖夏凉 如果真的到冬天 他一个暖气吹出来 这个以前皇帝也都不曾有过 但我们现在不可在乎 表示你修得很好 不是 你因为玩好很多 所以不藏黑甜甜的 那乌达国师你看 他修得很轻近 只差一个恶念 这个恶念 竟然让过去的夜报得以滋生 为什么 恶念是什么 你的恶念起烦恼 其他恶念有机会何何 好 那你这么刚好 就是刚好 你也不要讲说 那么刚好 不是因为你的业力也够多了 过多 我们都以为说 哪有那么倒霉 有 为什么 因为你做很多 做很多 在一个因缘当中 任何一个抱要起来 机会都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加强 时间很有限 防护 防护来不及 好 那你讲说 我们是不是有善 我们当然都有善 但我们善 是不是已经成熟 不知道 我们都有恶 你也知道 但是我们的恶 是不是会不成熟 也不知道 说不定已经在后面排队 那我们在有限 珍贵的人生 我们不能让他当歌 所以这时候当静静 我知道最近难得避 一年一成熟 不用避 你怎么避也避不了 那果包在你身上 好 望正求败 行已不正 愿正良人 已往自私 就是说 望正求败 求败其实意思就是 都求人的过失 在别人身上 望正就是 随意肯定别人的过失 或是找行人的缺点 行已不正 你这样的作为 你找别人的缺点 要侮辱别人 毁谤别人 那何况你又诬陷良人 已往自私 颠倒幽亡 这种修道之人 这个是罪过很大的 罪乎私人 自投于坑 罪乎私人 自投于坑 就像这样的恶法 自己强求于众生之过失 又毁谤修道之良人 这好像你自己绑自己 条路坑里面 那我们再看啊 如被编成 中外劳固 自首其心 非法不生 所以必须要像 好像守护边疆这样 让我们心啊 内里外 第一个外 身口 内心 都必须要防护 不要让过时有机会 在你身上生出来 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用功 让我们现在平常啊 应该你要珍惜啊 珍惜是吧 我们现在如果别墅越高贵的话 围墙就越高 保护的越好 没错 你修行的很好 你千万不要被烦恼给破坏 所以夜更加谨慎 一路修来到现在 哎 今天何等辛苦 我流浪六道轮回何等久 今生终于可以当人文法 我不好利用它 那不再糟蹋了 所以再也不来 所以所有该防护的 应该防护 甚至该割舍的 有没有 那世其轻重 世其轻重 在我们世界里面 有时候我们的道理啊 有时候解释 没办法解释 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问题啊 你必须要以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 眼前的那种对待关系 有时候都还看不到大格局 所以我们要讲说 像有些里面有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的 有人要夺我们的钱财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要来守护 那他守护的时候应该怎么守护 这里面就要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你在7-11当职工 现在有人拿刀子进来 你是要怎么样 你有办法守 没办法就让他讲 就这样 你不让他讲 你可能 你要跟他打 即使警察都建议你不要 你也可以行侠仗义 那要看你够本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不要 为什么 我不能因小事大啊 是不是 你有办法你防 没办法你给 给的时候 有力有能力的人去抓他 好 像我们碰到很多东西啊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坚持 可是如果发觉 我们为了守护我们眼前的东西 而失去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要衡量了 因为那实际上意义不大 那意义不大还来造成 那这个就是说 还欠你的你拿着去 还欠你的你一定要坚持坚持 我也不在乎今生的损失 终而一天等到你 我不担心 因为我知道业报 何况这些业报 何止是好是坏 其实我们会知道 在你修道路上 什么才是真才是假 有时候 学得懂得割舌 反正是修道的一大进步 反正是修道的一大进步 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有那个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 当你在防护的时候 必须以法防护 内外防护 至所其心 非法和生 不宜以现前世间的东西 而动摇你的心 能不造恶 行缺自由 另多地狱 这时候 你如果种种修行 你不能懂得防护 内外不能牢固 这时候就容易招致忧愁 忧苦 另多地狱 当然是每一样都多地狱 还有其他恶道 但我们要讲说 这是在事先提醒你 也说法并不是要 我们一直让我们听见很恐怖的意思 其实重点不在这里 而是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防止 由你自己内心所造作 而感应自己多地狱 这一种因缘 可修不修 非修反修 身为邪见是多地狱 是吧 该羞耻的不羞耻 不该羞耻的再羞耻 身为邪见是多地狱 也就是你不懂得去抉择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世间人 世间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 有些小孩子出家 有些父母 哎呀 更小 怎么哪里更小 功德一见啊 怎么会更小 父母又很 父母是用世间人的想法 他是修道人 应该是什么 非修 你应该不要修啊 你还修 那你在世间爱着 反而是该修啊 这个人要修贵啊 你反而不修 你观念导过来 你身着邪见 你随便生棒 随便造作自作 你不到地狱 就是这么多 这事件事 又很有意思啊 包括我们修行 很多也都还有这种现象 该好好经济的放下的人 结果反而被积极追求 追求的人就毁谤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计较的 不计较的 被计较的毁谤 占人便宜的 然后笑那个吃亏的 吃亏的人 他说不定在付出 占便宜 你本身在造业 真傻 两三下就被我骗那么多钱 谁傻 是你傻 你骗这个 我们之前讲说 歹徒啊 现在骗一百万 骗来就花掉一百万 对不对 这一百万是谁的 你知道吗 原来他的 如果他连一百万的福报都没有 骗来是骗得来 用不到 用得到了 是他自己原来的福 结果他用到自己的钱 他还要造业 看你多衰 他好像真的是骗一百万 因为他本来有这个福 否则如果真没福 连骗到的都用不到 好 用到的是原来你就有的福 但你这样的福 被你这样乱用 一百万的钱 骗 因为当骗来的嘛 所以你不敢很安心用 可是也用了 既不安稳 不能欢喜受用 然后竟然是用这个因言 又造业 很笨 他骗了 然后他觉得说人真好骗 不是啊 如果对方没有那个业报 你骗他也另外得 在账面上 眼前看似 亏掉一百万 其实如果他懂得放下就好 或者的话 如果他不该亏损 少了这一块 另外一块就跑回来 那你千万不要计较 我如果 比如说 你被骗一百万 其实从别的地方得福报 你不知道 那你就一直埋怨说 如果我再不被他一百万 我就能得到多少 即使你也没有损失 但偏偏就是你也起贪心 为那个不曾损失的关爱 懂吗 为那个不曾真正损失的关爱 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因缘 你的福报在因缘在 那个谁也躲不去 为什么 我做好梦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做我的梦 你不肯躲我的梦 我想做好梦 我睡觉的时候就跑出来 是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OK 我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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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句 我做梦 太又贵了 我做梦 我就不想做梦 我做梦 我做梦 你还要做梦 我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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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梦 感谢观看